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休日我也比较忙 但是我认为不管怎么忙 我都要在今天回来 多晚都要把这一期视频做出来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今天是12月13号 它的全名叫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这里呢 我要稍微纠正一下 就是说有些人他会顺嘴说是南京大屠杀纪念 纪念日啊 或者说是去所谓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其实去的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 大屠杀本身并不值得纪念 我们纪念的是死在日寇枪下 死在汉奸出卖下 死在撤退路上的那些无辜的抗日民众和军人们 今天是2020年12月13日 距离1937年12月13日已经整整过去了83年 我曾经在数期的节目当中开头提到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或者那些未安抚那些幸存者当中 某一位又逝去了 但是见证者会离开这个世界罪行则不会 留下的罪证更加不会 这段历史呢 我个人是很重视的 因此我在11年和14年去南京的时候都专程去过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而这些事情每一次看 每一次都会给我新的感官冲击 无论是里面的万人坑 还是里面的媒体报道 还是视频资料 都是真的 如果说艺术创作能够给你感官刺激的话 那么当你去目睹过当时南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给你带来的冲击远胜于所谓的艺术加工 我在这里呢 我重申一下 我无数次的宣称过 我不想宣扬一种对日本的仇视 因为这是他们上一代人的事情 但是我要很负责 很客观的在这里说 在中华大地上 日本当时犯下的种种罪行 都赤裸裸的显示出了人性之恶 很多的中国民众要求日本人血债血倉 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 在二战之后建立的所谓的国际新秩序 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很多的当事人都已经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那么我们今天先看一下 我们先思考一下 日本政府到底应该要求他们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复或者态度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就是 所谓的禁国神社里面存放着大量二战夹击战法的排位 每年政府的公开祭拜意味着你对当年罪行的不尊重 对当年死难者的不尊重 在这种角度下 请不要以所谓的国家民族的角度看 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英雄 国家的英雄 我们既然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运行模式 那么你任何一个国家所做的任何一举一动 都与其他国家能够产生直接的关系 哪怕退一万步来说 那些人真的是国家的英雄民族的英雄吗 我们想一下 这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 才会给日本本土带来轰炸 带来原子弹 那么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可以说一个底线 我们要的是对于这段发生过历史的坦承 数字 这些死难者遇难者的数字 它不是通过估算得出的 如果你去过大屠杀纪念馆 或者了解过相关的历史 哪怕是当时的报纸参与人员的回忆录 你随便看一点点 你都会知道 30万其实并不是全部的数字 那么我们要日本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退而求其次 底线的底线 就是对于现在日本右翼极端势力 对日本在清华战争中 所做那些粉饰的行为 洗地的行为 日本政府需要进行官方层面的控制和限制 对于这段历史 不要求你在教科书上大书特书 但是如果提及的话 请把真相说出去 而不是进行歪曲或者转移话题 至于到底能不能道歉什么 我个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指望 所以说这就是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个最低的底线 也就是说 我不要求你做出任何主观的愧疚和歉意 以及相关的动作 但是你至少要承认 至少要承认客观的历史 这个历史做出的承认的行为 不是来自民间的 我们知道每年的话 南京大屠杀都有日本民间 民间的一些老兵或者一些经历者会出来道歉 但是我们要的是官方的 毕竟很多事情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那种纵容和放纵 加上国际上反华反共言论的那种渲染 所以国内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多与其针锋相对的极端言论和势力 而制造这一切的 不是中国老百姓自发产生的 产生的是谁 产生的就是把持着舆论话语权的西方诸国 产生的是谁 产生的就是极力抹杀和淡化的日本政府 从目前的形势发展来看 时间站在中国的这一边 在短时间内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有效的 是积极的那么时间的推移 那些想抹杀想淡化的人 他会面对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 如果到时候这样的言论 这样的民意产生一个区域性极端性的失控的话 那么他们遭受的是他们过去歧视 过去压迫的那些人的怒火 而遭受这样的怒火是他们最有应得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与否 到底杀了多少人这样的议题 我觉得有那么多的报道 有那么多的研究 我再重复一遍 没有太多的必要 怎么说呢 眼睛长在你自己的脑袋上 手长在自己的身上 脑子长在自己的头壳里 学习历史了解历史 永远不是我对你应尽的义务 那些否认的人们 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去搜查 同时里面大量的史实资料 视频图片过于的血腥或暴力 真的放出来 也是对死难者的不尊重 我在这里紧紧的就贴一张 当时朝日新闻社自己的报道 17日南京入城仪式 在西门举行射杀450名南京警察 作为入城的余性节目 包括当时的民国政府 同样也对这件事情痛心疾首 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政府的统计 南京保卫战之中 中国军队阵亡中校军衔以上的 中高级官员47人 具体为少将8人 上校17人 中校22人 时任总统蒋介石也在日记当中写道 窝寇在金之残杀与奸淫未及 彼顾陷入身作进退为骨 而我同胞痛苦极矣 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港独台独们 他们的那些事情特别喜欢戳这个事情 对吧 觉得杀掉的人 真理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那么我只能这么说 你提这些事的人 你只要是用的是中文 哪怕有些人已经精神上脱中入日 脱中入欧 脱中入美了 这些人往上倒三倍 基本上都会与当时的清华战争脱不开关系 当然了也有个别 对吧 香港是逃不掉的 那么有些台湾人会说 哎呀我祖上可是原住民啊 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陆哦 我们都是哎 自己和自己的那个家系普系传承下来的 善就是善 恶就是恶 与你是否与之有关 没有任何关系 判断一个基本的是非黑白对错 是一个人与动物最基本最底线的区别 那么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做了什么 其实在几年前在南京大屠杀80周年的时候 蔡伟总统就保持了揭没 而老百姓心里总是有一杆称的 不管你如何的反共 甚至于仇共 但是对他这样的行为 台湾的老百姓始终会有人出来抗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 民间的声音始终是太小了 该淡化的就淡化 但是不知道每每当蔡伟总统 在这样的日子做出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他是否还记得自己在担任陆委会主委时 声称自己是中国人 不论这个中国你怎么去解释 不论你想怎么去的辩解 但是不管站在哪个角度 只要你承认你是中国人 或者你依旧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延续的时候 你在这一天都应该做点什么 很可惜 一天了 蔡伟总统的推特上 静悄悄 对于这方面的历史 我都不想讲太多 因为在国际上有大量的史实和研究 在这里呢我不得不提到一本叫做The Rape of Nanking 作者呢是张纯如小姐 她以西方世界能够看得懂的话语 阐述了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张纯如小姐呢 在这里有一个恶物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 就是她提及的时任日本外相广田红毅 在电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就是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到杀戮 许多案例形同冷血动所为 洗劫强奸 包括强奸幼女和对平民的 无情的残暴的行为的报告 还继续来自于数周前停止实际敌对行动的地区 此间较好的日本平民对此深感羞耻 这一段东西呢 其实不是广田红毅自己在电报中声称的 而是当时的英国记者田伯烈撰写的一份 清华日军在备战的中国城市上暴行中提及的原文 也就是外界盛传的第176号电报 而之后呢 就经由住户日军总部向东京当局发报会 发送了这份电报 东京当局收到之后呢 就连日本外相把这份电报转发给了 日本在华盛顿的日方人员 并且准备后续对此进行掩盖 同时呢 发报者田伯烈就招到了 日军的扣押 这说白了 并没有承认 并没有言论上的承认 但是他的行为无疑就是做贼心虚 否则只需要日本政府出面辟谣 或者住户日军自行辟谣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对记者进行扣押 但是其余的那些内容和论证 并不影响这本书的真实性 这就是为什么后面张成如小姐 遭到了大量日本右翼势力的围堵 如果说这本书只是在吹牛 那么没人会关注他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 他遭遇到了大量的死亡威胁 以及个人信息的泄露 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家人 都遭受过数次的丁少跟踪 死亡威胁即刀片即子弹 数次的搬家依旧无法逃脱这样的追击 同时在查询相关资料时 面对清华日军人性之恶的图片 文字和叙述上 他的精神也遭到了极大的冲击 罹患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在抑郁症和这样 以恶劣的生活环境下 他最终在04年11月选择了自杀 他在开枪自杀前 曾经留下了这样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他的遗言 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 和家人真诚奋献过 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还后续了解了一下 在2017年在他的故乡 江苏淮安的张传如纪念馆 正式对外开放 然后在最后 我放上今天乌合麒麟的星座 无论有多少人说 他是吃爱国饭呢 他是在趁热点呢 但是你无法从事实和画作水平上 超越他 甚至在传播面上都敌不上他 那么这样的人就是空气 那么我们再继续说一下 相比他前几张作品 充满了细节和隐喻 其实这一张说的特别的迟白了 最后呢 我还是想对那些 给南京大屠杀洗地的人们 说这样一段话 你们可以尝试着去推翻 二战之后远东军事法庭 做出的判词和判决 我呢 就放在最后 也作为今天这一期的结束 以告慰在天之灵 至心归命 太义旧库天尊 朱林杜敏天尊 原文如下 据后来估计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 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 总数达到20万人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 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掩埋的尸体 达15万5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根据这些团体的报道 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 投入到长江的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 计算在内 好了 今天的忙忙乐道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